如何深度思考 一、提出问题 把问题提出来 并且不断地追问为什么 以挖掘问题的本质 二、系统性思考 将问题分解成更小的部分 逐一分析 以便更好地理解整体 三、多角度思考 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问题 考虑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四、逻辑推理 运用逻辑推理分析问题 判断咨询的可靠性 推论结论的合理性 五、阅读与研究 广泛阅读和研究相关领域的知识 从中获得新的观点和启发 六、心智图 利用心智图等工具 将思考整理出来 帮助你更清楚地理解问题 和解决方案 七、自我反思 定期回顾自己的思考过程和决策 思考是否有偏见或逻辑错误 并寻找改进的方法 八、跳出舒适圈 试着接触新的领域和观点 挑战自己的思考习惯 以拓展思维的边界 九、持续练习 深度思考需要时间和实践 持续练习可以提升你的思考深度和敏捷度 十、与他人讨论 和他人讨论问题 听取不同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帮助你更全面地思考问题 十一、专注于默想 给自己一些安静的时间和空间 专注于问题或主题 让思考得以深入探索 十二、实践批判性思考 学习怀疑和质疑讯息 不清醒一切 透过批判性思考评估讯息的可信度和逻辑性 十三、创意思考技巧 尝试一些创意思考技巧 如逆向思考 类比思考 专注思考等 以激发灵感或新的见解 十四、反试时思考 设想不同的情境和可能性 思考如果事情发生了不同的结果会是怎样 以拓展思维的视野 十五、记录思考过程 将自己的思考过程记录下来 可以透过写作、绘图或其他方式 帮助你更好地理清思路和发现思维中的漏洞 十六、保试 保持开放心态 不要被固有的观念和偏见所限制 保持开放的心态 接受新的想法和观点 十七、寻找回馈 向他人寻求回馈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以便你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 并不断改进自己的思考方式 十八、培养耐心 深度思考通常需要时间和耐心 不要急于下结论 给自己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和探索 十九、接受不确定性 深度思考往往需要在不确定性下进行 学习在资讯不完整或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并逐步调整 二十、寻找模式和规律 试着发现问题背后的模式和规律 从中找出共同性 以便更好地理解问题本质和解决方案 二十一、善用工具和资源 利用现代科技和咨询资源 如搜寻引擎、线上课程、社群媒体等 获取更多的资讯和观点 辅助你的深度思考 二十二、持续学习与成长 永远保持学习的心态 不断累积知识和经验 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和思考层次 二十三、跨学科思维 学习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方法相互融合 以便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和解决问题 二十四、设定目标和评估结果 在进行深度思考的过程中 设定明确的目标和标准 以便评估你的思考成果是否达到预期 二十五、享受思考的过程 深度思考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 更是一种思考的乐趣和挑战 享受思考的过程 会让你更有动力和耐心去追求深度 二十六、实践思考挑战 主动寻找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或情境 这可以激发你的思维活力 并促使你深入思考 二十七、保持弹性 在思考过程中 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接受新的资讯和证据 保持思考的弹性 二十八、寻找启发 从艺术、文学、自然界等不同领域 寻找灵感和启发 这些源自不同领域的想法 可以为你的思考提供新的视角 二十九、理解自己的思考偏误 了解自己可能存在的认知偏见 如确认偏误、归因偏误等 以便在思考过程中 更客观地评估资讯和情境 三十、培养思考深度的习惯 将深度思考作为一种习惯 每天留出一定时间用于思考和反思 这样可以帮助你不断提升自己的思维深度 三十一、接受失败和错误 深度思考过程中难免会犯错或失败 接受失败并从中学习 这有助于你更好的理解问题 并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 三十二、寻找思考伙伴 与其他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交流和讨论 可以分享观点、互相启发 并加速自己的成长 三十三、定期总结和反思 定期回顾自己的思考过程和成果 总结经验教训 并制定下一步的学习和改进计划 三十四、定期阅读 培养阅读的习惯 选择各种不同主题和类型的书籍、文章、论文等 以拓展视野和思维广度 三十五、思考实验 进行思考实验 想象不同的场景和可能性 推演出不同的结果 以此来测试和验证自己的思考模式和假设 三十六、寻找关联性 试着找出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影响 深入探讨这些关系 可以为深度思考提供更多的线索和见解 三十七、参与辩论和讨论 参与辩论和讨论 可以锻炼你的逻辑思维和辩论能力 同时也可以从他人那里 学习到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 三十八、思考伦理和价值观 在深度思考的过程中 考虑问题的伦理和价值层面 思考自己的行为和决策 是否符合道德和价值观 三十九、关注趋势和变化 密切关注社会、科技、经济等方面的趋势和变化 思考这些变化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四十、坚持不懈 深度思考是一项持久的努力 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 不要因为困难或挫折而放弃 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 深度思考是一种对问题或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的能力 它要求我们能够跳脱固有的思考框架 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并提出新的见解 深度思考的能力可以让我们在学习 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例如,在学习中 深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记忆知识 在工作中 深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复杂的问题 做出更好的决策 在生活中 深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自己和他人 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那么,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呢? 以下是一些建议 一,多问为什么 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或概念时 不要急于下结论 而是多问几个为什么 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现象时 我们可以问一问 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它 二,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 在思考问题时 不要只限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 而是试着从多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从历史 经济 政治 社会等不同角度来思考一个问题 三,学会质疑 不要盲目地接受别人或权威的说法 而是要学会质疑 我们可以问一问 这个说法是否有理有据 它是否有其他的解释 四,多阅读与思考 阅读可以帮助我们扩展知识 开拓事业 在阅读时 我们可以思考作者的观点 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五,练习写作 写作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路 加深对问题的理解 在写作时 我们可以试着从不同的角度 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深度思考是需要长期练习 才能掌握的能力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开始 不断地练习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 除了上述建议之外 以下还有一些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深度思考的能力 冥想 冥想可以帮助我们平静心绪 提升专注力 让我们更容易进行深度思考 与他人讨论 与他人讨论问题 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并获得新的见解 刻意练习 我们可以刻意练习一些需要深度思考的活动 例如 解决难题 写作 演讲 辩论 透过不断地练习 我们一定可以提升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 以下是一些深度思考的例子 为什么地球是圆的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 就会发现它背后隐藏着许多奥秘 例如 地球的形状是如何形成的 地球的形状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 人工智慧会取代人类吗 人工智慧的发展越来越迅速 这让人们担心它最终会取代人类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人工智慧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因应人工智慧的发展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这是一个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问题 如果我们深入思考 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回答这个问题 深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世界 做出更明智的选择 让我们一起努力 提升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 好的 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深度思考的问题 这个问题或概念的本质是什么 这个问题或概念有哪些不同的解释 这个问题或概念有哪些影响 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或概念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 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 使用第一原理思考 第一原理思考是一种从基本原理出发思考的方法 在使用第一原理思考时 我们需要忽略现有的知识和经验 从头开始思考问题 使用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是一种从结果出发思考的方法 在使用逆向思考时 我们需要先想象出我们想要达到的结果 然后再逆向推导出实现这一结果的步骤 使用图表思考 图表思考是一种使用图表来帮助我们思考的方法 在使用图表思考时 我们可以将问题或概念分解成不同的部分 并用图表来表示它们之间的关系 深度思考是一个需要不断练习的过程 在进行深度思考时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例如感到困惑 在进行深度思考时 我们可能会感到困惑 因为我们需要探索未知领域 感到焦虑 在进行深度思考时 我们可能会感到焦虑 因为我们需要挑战自己的思维定势 感到疲惫 在进行深度思考时 我们可能会感到疲惫 因为这 需要消耗大量的脑力 如果我们遇到这些困难 不要气馁 要坚持下去 随着练习的深入 我们会逐渐掌握深度思考的能力好的 以下是一些关于深度思考的进阶技巧 学会多层次思考 多层次思考 是指能够从不同的层面来思考问题 例如在思考一个社会问题时 我们可以从个人 家庭 社会 国家等 不同层面来思考 学会系统思考 系统思考 是指能够将事物或现象 视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在进行系统思考时 我们需要考虑事物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学会创意思考 创造性思考 是指能够提出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 在进行创造性思考时 我们需要打破常规思维 勇于创新 学会批判性思考 批判性思考 是指能够对资讯和想法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在进行批判性思考时 我们需要避免偏见和主观一段 掌握这些进阶技巧 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做出更明智的决策 以下是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练习 这些进阶技巧的练习 试着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一个问题 尝试将一个问题或现象视为一个整体来思考 尝试提出新的想法和解决方案 尝试对资讯和想法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透过不断的练习 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 希望这些资讯对您有所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